第四集 阿豪? 在這裡,你等一會 阿豪 Helen 謝謝 Helen, 當然記得了 明天九點餐廳 先去工作室 行, 沒問題 我約了安仔一起上來 好…Helen, 事得這麼不好 你也請回我, 真謝謝你 好, 再見 阿豪, 不如你不要上班 我怕你太辛苦了 況且我的家的環境不太差 我不想你這麼貧薄 山青, 我這次最幸福的 就是嫁給你, 當了你老婆 其實那天對我真的很好 不過我在想 如果我的福氣可以讓立生 阿靖和文稀 我們一家會更好 因為現在除了要擔心阿靖 還要擔心文稀 好, 你放心吧 羅醫生說文稀進展得很好 生命力還很強 我知道 可是我也想為家做點事 你知道我看見你日後 和立生要回醫院 晚上又要教夜考 你們做得這麼辛苦, 我很難受 是呀, 但我們結婚之後 你都沒出來做過事 我怕你不習慣了 其實那些功夫很細小的嘛 回到公司也走著走著 怎麼下課這樣 一點也不辛苦 其實Helen真的算不說就行了 我一說回來做事 她立刻拍心好說請回我 還給我以前的薪金 我真的很幸運 那Helen真的算不說就行了 是呀, 所以我一定要用心去做 是呀, 阿靖姐 搞定 Helen真的看見你 已經好久了 很久了 嗎 來, 阿姨 阿姨 阿媽 還沒做完的事嗎? 差不多了 你煮熱湯了, 你喝一碗吧 謝謝 你還不睡覺? 是不是擔心無意呢? 你甚麼時候做了 阿媽肚子裡的小蝴蟲 我想甚麼你也知道 給他二千元, 收好他 幹甚麼? 明天好醫第一天上班 你替我請他吃頓飯吧 不用了, 我有錢, 收好他吧 代好他, 以後不久 就代好醫請同事喝下咸茶 我知道了, 不過好醫人員那麼好 同事會幫他的 是呀, 他已經分了小奶奶那麼久 現在又說要出去工作 出去打工當然要看別人的臉色 受別人的氣 也不知道他行不行 我想好醫有心理準備了 總之以後在公司 看見他有甚麼做不定的 你要幫他 知道了 事情不是這麼趕的 明天才做, 早點睡吧 行了, 我差不多做完了 謝謝 我打算把照片剪掉了 我打算剪掉了 有時候他也會拍拖 是嗎 你拍拖的事, 媽媽不想多嘴 不過最重要是你自己看得開 又放得下 人要開開心心 那媽媽就放心 媽媽, 你放心吧, 我沒事了 都這麼久了 他們是甚麼新朋友 都不關我的事 媽媽, 我做完事了, 我睡覺了 早點睡吧 晚安, 媽媽 然後開拍拖 你喝醉了 你琴琴 好, 沒想到章章這麼有天分 做得來一人這麼會 當然有可能一會兒 一般的, 你看他又不夠高 姿勢又生硬, 還有沒甚麼經驗 你有壇沒賺的, 你跟他不對嗎 不是, 好, 我要換衣服 怎麼樣, 拍得怎麼樣 有甚麼不好, 你告訴我 好, 新人來講算不錯 你直接上鏡吧 好兒, 你幫阿俊俊換白色那套衣服 好嗎? 來, 好 聽說有很多人想追你 很厲害 上次跟他拍的飲品講過的時候 有多少人想拿他的電話 媽媽 這麼厲害嗎? Murray, 稍後的衣服比較斯文 就是上班穿的 你看看姿勢是否應該靜態一點 好, 沒問題了, 不用這麼說 檸檬茶, 媽媽 不用了, 謝謝 那公花茶 你站了半天, 應該不累了 喝了它吧 喝了它吧 好, 所有人準備好了 喝吧 好, 先吃東西 來 好, 不用了 好, 不用了 拍成十幾層的飲品 看見我整個人都上了 你是不是這麼誇張 那個攝影師拿著相機 走來走去都沒有你那麼累 寶姨, 你有專人服侍 有漂亮的衣服 我也不知道多餓 寶姨想試嗎? 對了 下個項目是說中年婦人的衣服 不如這樣, 我推薦你做模特兒 你想性感一點還是妖艷一點 寶姨, 你這麼玩 告訴你賢獎 說真的 你們過來看看 怎麼了? 寶姨, 你這麼覺得森型吊嘴很漂亮 對, 挺漂亮, 還有幾種顏色 聽說不同顏色 代表不同星座 我的星座屬於粉紅色 你說粉紅色漂亮不漂亮 你有甚麼星座 星座我都很相信 粉紅色?好像一般 喜歡就買了它 七百多元 買來哄自己開心的值 這些東西男子買才經過的 很開心 Helen 我們拍完照了 好, 那我們買完東西回來 再見 Helen娶我們嗎? 她問我們拍完照了沒有 她說茶水間沒有咖啡 叫我們買回去 我之前好像是一間超級市場 那走吧 來吧 買完了沒有? 差不多了 我也夠了 給錢吧 好 小姐, 麻煩你等一等 甚麼事? 我想看看你的手袋 你說甚麼?你懷疑他贏? 每樣東西都有付錢的, 有單的 看看吧 我懷疑你手袋裡有東西沒付錢 你說甚麼?你看看吧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不是我拿的, 你別冤枉我 這裡這麼多人都看著你 偷東西… 看甚麼看?不關我的事 你們別冤枉我…我的女兒 那裡是怎樣的 我看見是那個小孩放進去 是嗎? 剛才的小孩 後來我不覺得 把糖糖放進我的袋裡 小孩那裡跑去哪兒 把糖糖拉出來才行 女兒, 你不用怕 媽媽幫你出頭 我這個小孩會發熱一點 是呀, 貪也不貪那陣子練心 那這次就算了 下次小心點, 看著自己的袋子 算甚麼算, 也不關我的事 算了…不要跟他計較 是在這裡等我們的, 走吧… 拿一袋子, 我給錢 這人真是無聊 為了我偷藥 偷這些貴的東西 偷了這樣的電衣 怎麼不說 難道連你們也懷疑我 我們想甚麼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至少今天拿著這麼多化妝品外出 搞得要拿著這個袋子 算不算盡盡盡 你時候買了洗手袋子 你不如先回去吧 安姐, 你信不信她 你呢?你這麼幫她, 你很信她 你別侮辱我的智慧 要不是因為來欣人 救過我的媳婦和我孫兒 我剛才站在那裡繞著看電影 想不到我姐姐這麼淡定又這麼本事 那弟弟和妹妹會這麼神神化化 也不像一家人 你說是嗎? 真棒, 很棒 年輕人做事真的有魄力 五天就可以起草堂, 真棒 只是陳先生給我機會 等他發揮 千萬別這麼說 上次你幫我設計一系列的東莊 現在在歐洲很好賣 是嗎? 是呀, 這份禮物有一點心意 你收起它 不行的, 我不要的 是賤狗份內侍 不是甚麼鬼重物 可能你的女朋友適用 我特意叫我太太去選 誰知道她選了自己喜歡 你先看看 這樣吧, 謝謝你, 陳先生 好呀, 我想問你 Helen有沒有問我 怎麼這麼久都不見人呢? 算你運氣了 Helen跟客人在這裡說一場電話 快進去收拾你了 好呀 陳先生, 我已經說了她 應該明天早上可以看到的 謝謝, Andy 謝謝, 謝謝 送你 再見 好呀 搞定 很安靜 Helen找你了 你進去房間看看有甚麼事 好呀 小姨, 板上的衣服 不同的這本是否代表不同訂單 為甚麼不是在一起的 你不是混亂了是嗎? 我幫你進去看看 大件事, 也不知道會不會打破 這個吊掌不是我們今天見過的嗎 而且我最喜歡用粉紅色來 媽 安仔, 為甚麼你今天這麼早 沒有呀, 圖趕著要交嘛 婆婆呀, 公公呢? 阿琴買了大戲票 每個人都去看大戲 這麼高興呀, 那就剩下幾個人了 所以今晚我不炒菜煮飯了 包些雲吞, 綠麵吃一下 轉口味嘛 真棒呀 好呀, 看你這麼有心思 媽媽, 這份禮物是購送給我的 我借花敬佛送給你 不過你不喜歡的話 給姐姐也沒所謂的 我先幫你 老大 阿倩, 安仔很少這個時候回來家 難道他真的沒有拖牌 那你不問一下兒子 阿姐, 阿豪 阿豪, 章章 阿豪, 章章 阿豪, 章章 為甚麼你們倆一起上來 是呀 先放下, 來 一包二包, 這是甚麼 Helen說想租一個小的貨倉來擺貨 叫我們想辦法清清楚衣服 那我和章章就搬回來 是呀, 這麼多人選擇 如果適合的話就拿去穿 這款式也挺新的 好, 你們坐下吧 我去煮雲吞 你們慢慢來, 我們有時間做 章章, 你幫忙 把衣服分為冬天和夏天 方便他們選擇 你還要選擇 阿豪, 你第一天上班 阿豪, 凱倫就給你們這麼多事 開完節儂是做生意的方法 阿Helen肯請我出來做事 我無論如何都要做成績給你看 何況又有身貪就沒甚麼所謂 對 我飽了 你飽了?你吃了一碗 夠了, 我還有一篇爐廠還沒做 那拿著去做, 走吧 來 這雲吞真的不錯 我進去多一碗 媽媽煮的雲吞越來越棒 你就好, 常常在家裡飯不吃 你家裡不煮飯嗎 是呀, 我姐姐常常在醫院做事 哥哥從早到晚都不見人 常只剩下我一個在家裡煮食 不過吃即使麵而已 想吃就不吃了, 這麼多事要說 保心清 安仔, 這樣說話嗎 你真是說話, 畢竟是人客 是人客 姐姐, 你不明白了 現在年輕人是這樣說話來溝通的 我們那一套不更新 糟了…拉鬆 怎麼了? 怎麼了? 我不小心把香水弄成這樣 糟了, 明天交的 樂樂,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 對不起 算了, 別說他了 他心急做功課, 不小心而已 算了, 今晚有陣子搞定 這樣吧, 幫完好衣服幫你 你嗎?不用客氣了 我自己搞定就行了 你搞甚麼? 你先去看看… 有幾次啊 可是我小時候 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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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老是老是老是老 眉不順不順, 顏色不順口 我發覺美妝比甜點的顏色 難度高很多 甜的顏色這方面就交給我 三分顏色是上大紅, 就是我的強項 甚麼? 我開玩笑… 很好笑的 人家一晚幫你做事, 有甚麼要表示 我沒叫你幫我的 是你拿著來幫我的 你裝模作樣, 拿出來吧 拿甚麼? 那個水晶頸鏈, 我知道你買了 你想了, 當我做了嗎? 很瘋的, 何時買過東西 是 你不送給我, 送給誰呢? 不然你乖乖乖乖 別煩了, 餓乖乖 明天吃飯 想約我去街嗎?直接一點 水晶吊嘴, 多漂亮 安仔, 他說是客人送的 那新潮怎麼適合我呢? 不是, 我說適合你戴的 阿好, 你說呢? 送禮物給人, 其實是要講心的 那份禮物是甚麼都不要緊 最怕是收拾兒攤 你說甚麼收拾兒攤, 我也不明白 其實我不想說 安仔這個吊嘴 本來是打算送給阿俊俊的 是 阿倩, 我現在想起 阿俊俊跟阿周恩的樣子有點像 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安仔對她有好感呢? 像嗎?我又覺得不是那麼像 不過姐姐是醫生 妹妹也不差得去哪裡 他們現在還在一起工作 已經有很多時間見面了 阿好, 你跟我們看著 看看他們怎麼發展 難怪剛才阿俊俊 不斷幫助安仔 阿倩, 這次我們要幫安仔做貼身追擊 別弄得像上次的周恩這麼厲害 我想你們省省一點也行 那個樽樽和祖恩 簡直是爭天拱地 你們知道, 祖恩的人很純 那個樽樽…我也是不想說的 怎麼了?樽樽甚麼事?你告訴我 別嚇我 是呀, 你快點說 不如想一想 都是告訴你們好一點的 你說吧 你們知道嗎? 今天我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那個樽樽偷東西 你沒想到她好微好猛 她人品這麼差 阿好, 你從哪裡聽回來? 是真的嗎? 我親眼見, 安仔親眼見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安仔臨時轉態 不把吊嘴送給她 走